相信很多人对古墓已经见怪不怪了 不过,在安徽省安庆市汪江县的马山村 一位70岁的王大爷,却在自家院落的厕所之中 挖出了一具保存完好的棺材 这可是把向来相信封建迷信的他吓得不轻 当场就昏了过去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在2016年11月20日 王大爷家中因为连日阴雨 厕所院墙倒塌了大半截 于是就买来水泥砖块 准备在自家屋外重新修一个厕所 但是让王大爷没有想到的是 他一铁敲下去 一大口棺材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这位70岁的老大爷 一想到和这个大棺材当了这么久的邻居 于是当场就被吓晕了过去 周围街坊看到后 立刻想把王大爷送到医院 然后向旺江县公安局报案 原来里面除了一具干尸外 还有不少陪葬品 去县城居民回忆 当时里面有好几块玉 还有一些看不出做什么用的瓶瓶罐罐 经过一天折腾 现文物局和公安局才把东西清理完毕 然后把文物连夜运回了文物局 在王大爷的孩子王大勇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他向当地政府提出了发现古墓奖励的申请 政府表示 会在考古工作彻底结束后 给王大爷一定的奖励金 据一位参与清理的知情人士透露 经过初步考证 墓主人的身份不是棺木 应该是晚清之民国时期 当地的一位富贵人家 这次清理出来二十余件文物 主要以清瓷和玉器为主 多数都是生活用具 虽然这些文物埋藏在了地下有近百年的时间 能挖出来的时候 它们仍然保存完好 绑部替野小壁 这些文物埋藏在了地下 你那么消息 多数转发 进来自古墓园都要 这些文物埋藏在了地下 真的有更新链 在一起 大家还能赶扭 你这么准复